这个姐姐是我见过最过分的伏地魔 为了让丈夫大鹏带钱回来 居然以父亲重病急需用钱为借口 骗大鹏开了一百多公里的车回来 真是好心机啊 而家里的姐弟二人还在悠哉地吃喝玩乐 姐姐说老弟客气啥呀 这个家里外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你可是我亲弟要传宗接代的 我还能向着外人 好家伙合着丈夫大鹏成了外人 而毫不知情的大鹏回来后还紧张得大 爸的情况怎么样了在哪呢 而媳妇翠英淡然地说 咱爸出去溜湾了呀 见状大鹏瞬间没好气地说 我公司这么忙 你怎么和我开这种玩笑啊 翠英不屑地说 整天瞎忙什么 也没见你往家里拿多少钱 这时不学无数的弟弟浩子 没大没小地喊 姐夫 没看到你小舅子在这坐着吗 大鹏没好气地坐到沙发上 浩子先殷勤地说姐夫来喝杯奶茶 随后便和翠英识眼色 还说着姐 你快说呀 翠英放下筷子便说 浩子在外打拼十几年 现在找到一中人了 这次是回来和我们抱起来着 大鹏也跟着高兴起来 说这是好事啊 女朋友怎么没带回来呀 浩子说人家是大城市的人 下午就到了 大鹏见状说行 姐夫就恭喜你了 我公司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这下浩子急了 连忙给姐姐翠英示意 只见翠英一摔筷子 随后不耐烦地说 你怎么回事啊 一句恭喜就完了呀 你也不表示表示 这浩子能找到对象 大鹏也是真心替他高兴 随后豪爽大方地说 我这都忙忘了 这样吧 你用人用车 跟姐夫说一声就行 我能帮的肯定帮 但公司那边真有急事 便又说你们先玩着 我先走了 但事情没大鹏想得那么简单 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 只见长得不像探机生物的浩子 连忙上前拽住大鹏 咱讲话的 就浩子这长相能活这么大 也是不容易哈 还演弟弟呢 咋不去演个婴儿呢 而看着浩子 想让自己帮忙 这善良的大鹏 也特别舍得和爽快 直接豪气地表示 酒席和婚车那边 都叫给我来办 这样就省得你一大笔开销了 但不料浩子的胃口 远超大鹏的想象 只听浩子置物地说你搞错 我说的是彩礼 重感情的大鹏虽也困难 但还是愿意帮忙 说着没问题 你要多少 结果浩子也真敢张口 说着要三十大半六的彩礼 合着这大鹏是养了个儿子吧 就算是亲儿子 现在大鹏也没有这么多钱 不料这心机的翠英 早就打听好了 我都问过秘书了 你那不还有五十多万吗 原来大鹏开的一家小公司 最近资金周转困难 好不容易带了五十多万 准备付材料款 要是没了这笔钱 大鹏的公司就得给猫握了 而之前大鹏还以为 要救老爸的命 才不得以动用 没想到居然是给小舅子彩礼钱 居然舍命豁出自己的家庭不过了 这份勇气真是小母牛坐火车 牛逼哄哄啊 我妈打老怨称 翠英为最强伏地魔 该说不说的 大鹏光给耗子置办酒席和婚车 就已经超越全国99%的姐夫了 但这小舅子还不满足地蹬鼻上脸 居然还要姐夫给彩礼钱 别说三十万了 就算三万大鹏也不应该给 什么都让大鹏给办了 你咋不让大鹏替你入洞房呢 这边大鹏还在极力劝戒着失了魂的媳妇 毕竟这可是救公司的钱 如果要是放在平时 媳妇和小舅子如此坚持地要 大鹏咬咬牙也就给了 但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耗子的彩礼和婚礼可以等等 但大鹏的公司可不能等了呀 但即便翠英知道现在公司即将破产 仍旧非要逼着大鹏拿钱出来给弟弟 这波操作真是牛逼他妈给牛逼开门 牛逼到家了 结果耗子刷起无赖的大喊 别人家有难都是一家子人棒 我这倒好 这有些人有钱都不带出一毛的 这阴阳人耗子阴阳怪气的 明显是在嘲讽大鹏啊 于是大鹏也不惯这臭毛病 直接大喊着你给我闭缸 你给我闭嘴 我弟弟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了 你干嘛都委屈的 这个家谁输了算 你不知道吗 还委屈的 这真是把耗子当婴儿来养了呀 不过大鹏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至于大鹏为什么如此忍让 我们后面会说到 而无奈的大鹏最终还是同意了 但现在公司确实困难 我先打五万出来 剩下的后面再给 我再给他 你怎么打完小分的呢 我一不该你的 二不欠你的 别跟我这样说话 你算个啥呀 你跟我姐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要不是我爸 你现在还在工地扛砖呢 家里的房子是土房 后来我刚开的 文文的牛羊也是我买的 你为家里做了点什么 那是你应该做的 我当乌业的 我干了 我咬活你姐 你还咬活你帮 我还得咬活你吗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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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疯了 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在媳妇翠英眼里大鹏疯了 在大鹏和别人眼中 想必应该都会觉得 翠英疯了吧 如果你不这样想 建议赶紧去挂个精神科看看 但大鹏就是咬死不给 这钱如果拿去干正事 我大不了公司破产也给 但如果结个婚都要靠别人 自己不努力 这一钱拿不了 看着一向有求必应的大鹏这次居然溜了 还在想着自己彩礼的耗子连忙喊着 他这跑了我的彩礼钱咋办啊 于是翠英急忙让耗子追出去 咱就是说啊 也就是大鹏手里攥着钱 要是没有的话 恐怕这牛逼的姐弟俩 就要当场坐下吃饭吧 而善良的大鹏将追上来的耗子说了一顿 还是想着能把耗子拉回正道 可谁知耗子却起了坏心思 随后耗子还炫耀的向翠英表示 还是我有办法吧 从这道城里一百多公里 我看他没有车怎么走 这姐弟俩真是太绝了 世间少有这样的人 翠英还说什么我也没有办法 耗子现在年龄也不小了 他找个对象不容易 对象不容易 那也不能回咱这个家呀 不行就给他离婚 离个婚 他啥也不是 到时候我再给你找我好的 对 对 你要是不给我弟弟拿这个钱 我就给你离婚 好家伙 这知道的知道耗子是翠英弟弟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亲儿子呢 当真是为了弟弟结个婚 自己家也不顾了 这翠英想着反正离了婚 财产我也有一半呢 看翠英如此执迷不悟 本来还气愤的大鹏 却突然释怀地笑了起来 淡然地将银行卡递了过去 说着密码你知道 拿来吧 姐 卡到手了 看我怎么孝敬你 我知道 你不会跟我离婚的 你们现在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岂不知大鹏已经心如死灰了 接过耗子手中的钥匙后 大鹏却没有去公司 反而让姐弟俩等一下 自己上车鼓到东西去了 就在俩人一旁高兴时 只见脱下华贵西服的大鹏 穿着一个寒森的短袖下了车 看到大鹏这副做派 下面的姐弟俩 还以为大鹏给了钱不高兴 特意穿着个破衣服来恶心两人 等会耗子的对象就要来了 这不是给耗子丢人吗 翠英这个姐姐当的 真是比亲娘还亲娘啊 但大鹏此时也不和两人吵了 淡然地说着这衣服 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穿的 那时候的我一无所有 还是你父亲把我带入行的 所以我一直很感激你们家 我来的时候一无所有 现在我走了 我也不带走任何东西 说完还把车钥匙给了翠英 看着大鹏毅然决然地离去 浩子还不屑地拦住翠英 大骂着他不识抬举 让他走 要我说啊 这个大鹏还是太仁慈了 而此时浩子的女友夏莫 正好和要走的大鹏打了个照面 见状浩子连忙拉着翠英 激动地迎娃上去 你朋友夏莫 你好姐 长得真漂亮 刚才我看见你们在交谈 那位是 不用管他 那我姐夫 姐夫 对 刚才给他有点彩礼 不愿意了 这边还要过去离婚呢 彩礼 什么彩礼啊 此时转机在这里出现了 听夏莫这意思 人家好像没要彩礼啊 于是大鹏上前说着 浩子说你们要结婚 需要五十万彩礼 结果对面的浩子慌张地解释 我这是和你们开玩笑呢 哪有这回事 随即一旁的夏莫开口了 之前我们要的是五万亿彩礼 但听了浩子家的情况后 我们就决定不要彩礼了 天哪 这个浩子居然连家里人都骗 看自己被戳穿 浩子又随口胡舟地说 我是要买房子的 谁知一旁善良的夏莫又说着 房子我家也都给你准备了呀 而且夏莫的父亲 也就是浩子的账人 都送了一辆杯呗 这下将浩子最后的借口 也给堵死了 这夏莫是啥家庭啊 房车都有 真不知道夏莫 是怎么看上奇形怪状的浩子的 这我上我也行啊 交集又破房的耗子一把推开大棚 拉着夏莫就解释 说这钱是我姐给咱过日子用的 别听她瞎说 但人夏莫的三观特别的正 说着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一起努力赚钱 一起孝敬双方的家庭 现在你怎么能逼着你们家里 逼着你姐夫给你五十万呢 夏莫真是一个好姑娘 这种又善良 三观又正的媳妇 恐怕只有电视上才有了吧 大鹏这一番话太有男子气概了 而大鹏唯一做错的事 就是没有早点醒悟 有这种媳妇 晚离婚一秒都是大鹏的损失 而现在最高兴的要数耗子了 讥讽着让大鹏要走就赶紧走 别站在这里磨磨叽叽的 随后兴奋的对翠英说道 她这净身出户 公司那边也是咱的了 以后咱找谁没有啊 咱先进屋吃饭吧 小姐 走吧 不好意思 今天到你们家 打扰你们 我觉得我们不再合适 红分了吧 咱们都谈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啊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家庭 不好意思 我觉得你姐夫是个对 我姐夫啊 她啥也不是 她这几年都小买买起来了 外人把握上看 我们家都瞧不起她 你为什么帮着她说话呢 浩子 你记住 谁生来都不是自带光芒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 一点一点 打拼起来的 浩子 我之前真是看错你了 看夏末居然也帮着大鹏 浩子连忙将银行卡赛回大鹏手中 他家老有钱了 你给我说个好话 等我们结婚了 我给你投资 但大鹏可不是那么恶心的人 无懈的将卡推了回去 说着现在你不仅不知道悔改 还想着这些身外之物 说着大鹏转身就走了 而看清浩子为人的夏末 也不懈的跑了 这一下不仅翠英失去了家庭 浩子也失去了女友 这都是他们旧游自取的 不过该说不说的 这大鹏和夏末还挺搭配的 还不如他们两个在一起呢 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